现在就下载酒吧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酒吧行家品味之大成小馆 哈喽大家好 欢迎光临大成小馆 我是大成 先跟大家说声晚来的新年快乐 我们又回到了一般的播出时间 也就是我们每周三的晚上 11点半到12点的大成小馆 在FM98.1 今天我们一样要带来两则有趣的新闻 以及英文还有成语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首先我们的第一则新闻是 芬兰响应女力崛起 16岁女当一日总理的新闻 在去年 芬兰为了响应国际儿童慈善组织 推出的女力崛起计划 所以在2020年的10月8日 任命来自芬兰南部的女孩 16岁而已 她的名字叫做阿娃 来担任一日总理 那这个女孩 她并不需要制定法律 也不需要去处理一些繁忙的事物 反而更多的是跟很多的这些政界人士会晤 去探讨女性在各个领域的这种议题 并针对她自己特别关注的人权 气候变迁这种议题去发表谈话 那芬兰呢 其实在这个领域是走得非常的超前 所谓的这个性别平权啊 这些东西都已经是心之有年 像这个一日总理计划 已经是第四度的响应了 那在芬兰其他领域上面 都落实平权这件事情 譬如说在1987年 就已经有男女平分法的这个文明规定 政府单位啊 顾问团体啊 任何的市政机构啊 女性的这个比率都不得低于40% 更早在20世纪初期就随着议会的成立 确立了男女平权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算是在这个方面走在这个世界的非常的前端 那在这一次阿娃的这个分享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不仅仅重视的是女性 或者是说所谓的性别平权 更重视的是现在这些年轻人的一些想法 或者是因为常常在这个世代沟通上面啊 会有一些思想上面想法上面 或者是感受上面的这些出入 所以我觉得芬兰这次的这个活动 作为我也是年轻人来看 不仅仅是在性别平权这方面 更是也很替所有的青年重视的 未来议题上面去做发声 包括像气候变迁啊等等这种议题 可能影响到的更多是现在 15、6岁年纪的这些青年 所以在这方面的议题上面 他们也是非常的重视 好的那我们今天要来讲的英文啊 就是Woke W-O-K-E Woke这个字 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字呢 其实是动词Wake W-A-K-E Wake的这个过去式 我们就说Woke I woke up yesterday at 8 a.m 我昨天是早上八点起床的 但是这个Woke啊 我们今天要提到的用法 不仅仅只是动词的这个过去式 或者是说现在被拿来使用的一种方式 是当作形容词 讲的呢就是说对重大时事或者是议题 有意识并且积极的关注 而且尤其指比如说像 种族啊 性别啊 社会正义啊 这一类的议题 我们就会用Woke来形容 譬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16岁的阿娃 我们就可以说 The girl urged people to stay woke 就这个女孩啊 她激励大家 唤醒大家要stay woke 要实时的保持着对这些重要议题的关注 就是有点把人从梦中惊醒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甚至呢我们也常常会听到 美国的这个直栏啊 就是我们最有名的这个NBA 那他们都有一种称号叫做The Wokest Wokest就woke当形容词 加上est最高级 The Wokest Professional Sports League的美称 那为什么有这样子的美称啊 就是因为很多NBA的球员 其实对于种族啊 对于社会正义啊这样子的议题都非常的关注 是所有这些职业运动里面 最热情关注这些议题的一批人 所以啊我们就会用这样子的一个赞美来说 They are the wokest 他们是最清醒的 这样子说好了 所以这个字啊大家以后学起来 我们最近呢也常常听到就是很多 在不仅是台湾或者是任何地方 都慢慢的越来越多这样子的声音出来 我们就可以用woke来形容这些人 好的接下来在下一个这个故事里面 这个故事呢当时我们在讨论要不要讲的时候 也觉得实在是太厉害了 不愧是我们的战斗民族 在俄罗斯的一名农夫啊 于1月3日的时候发现有一只巨大的野狼闯到家中的农舍 然后他眼看自己的这个看门犬惨遭咬死 而且他的马匹也被袭击 那他担心啊 他会继这个野狼会继续攻击其他家处 但是这农夫啊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 他的反应不是回家拿他们家里都有的猎枪 反而啊是选择徒手上去跟野狼来一段真人PK 那最后呢成功的将野狼活活打死 然后他不仅活活打死之后啊 还跟着野狼留影 那当然啊失去两个爱犬肯定是非常的难过 而且这农夫他本身也是非常的有sense 很有概念啊 他担心因为自己也有被野狼咬伤抓伤的痕迹 所以啊他马上就到附近的医院去做检测以及治疗啊 担心有可能类似像狂犬病啊 或者是这样子这种野生的病毒啊 那这样子也是非常的有这个防护意识 是很不错的 那当地的民众也指出野狼跑进村庄的事件啊 最近可以说是发生的越来越频繁了 因为附近的森林被烧毁 所以野狼无家可归就只好入侵民宅 所以这次事件的罪魁祸首 终究还是我们人类自己啊 好的那我们说到这个新闻里面啊 提到我们这个战斗力非常强的这个俄罗斯农夫 所以呢我们今天分享的两个成语啊 也都跟战斗力有关 首先第一个成语就是暴虎平和 暴虎平和暴是暴力的暴老虎的虎 平呢是我们这个姓氏冯先生的这个字 但是他其实要念平和是河流的河 暴虎平和 暴虎平和这个说法 其实早在先情就已经有了 比喻人做事游勇无谋 纯粹啊就靠暴力靠蛮力就想解决事情 暴虎就是指不用武器 徒手跟老虎打斗 平和呢就是指不用船 靠徒步渡河 都是非常鲁莽 非常游勇无谋 非常莽撞的行为 所以啊在论语里面 子路跟孔子说自己能率领三军往前冲锋 这个时候啊 孔子啊就劝戒他说不要做一个暴虎平和的人 我们啊应该要懂得灵世戒胜 想出最妥善的这个因应的办法 这也是我们孔子教给我们最莽撞的子路的一段话 那再来啊下一个成语我个人觉得是有血有泪又亲情有兄弟情的一个故事 叫做战不选种 我们要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成语的意思啊 战不选种啊就是说我们上战场的时候 并不会旋就是转过来 种呢就是我们的脚后跟 我上战场的时候脚后跟绝对不往后转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勇往直前往前冲 绝不退缩的意思那这个故事啊就要说到在这个孙子里面 讲到的这个吴启啊应该说史记里面的孙子吴启传 这个人呢是个春秋战国的时候非常有名的军事家 那他最有名的点呢在于他跟最下等的士兵啊 也穿一样的衣服啊这个吃一样的伙食 睡觉的时候也不铺垫子 甚至啊行军的时候也不骑嘛 就是与兄弟们与他的这个部署啊部下们都是同甘共苦的这种感觉 那甚至啊有一个士兵他得了那种恶性的那种毒疮 那这个吴启啊还替他把农疫吸出 就是用嘴巴把他吸出来 那这个时候啊这个长了毒疮的这个士兵的妈妈听到这个消息就哭了 好伤心啊为什么吴启要帮我的儿子治疗啊 那人家就问他说这有什么好哭的呢 妈妈就回复那个问他的人 他说吴启啊当时帮他的爸爸也就是我的丈夫 也是这样子吸这个烂窗的 所以啊他爸爸我丈夫后来就为了吴启卖命 战不选种绝不退缩最后战死沙场 我担心我的儿子从此也会这样子沉浮于吴启 也不知道会死在哪个战场当中 所以妈妈非常的伤心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妈妈的担心是非常的合理的 那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吴启啊 确实是一个有情有义 而且愿意与兄弟们同甘共苦的一个人 所以战不选种这个成语啊 我们就拿来形容勇往直前绝不退缩 好的在下一个段落里面啊 我们要提到的就是又是电竞产业的故事 那这次呢我们就不讲电竞选手以及赛事 我们来讲讲电竞毕业生 以及电竞从业人员以后的相关出路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大城小馆 在这个段落之中啊我们要讲到的就是 正规军来了首届电子竞技专业的学生即将毕业 2017年啊被中国的这个电竞产业说为是电竞教育的元年 所以2017年今年2021年4年后这些这个本科的学生终于要毕业了 在2017年的时候啊中国第一所本科高校电竞学院成立 叫做南京传媒学院 所以4年后的今天他们啊即将毕业 来了一群新的这个电竞生力军 那其实呢现在在中国的电竞行业 初估统计啊有50万人的这个就业缺口 所以大家觉得说已经很多人纷纷想投入电竞产业了 但电竞怎么感觉还这么缺人呢 这个其实就要聊到就是说我们对于电竞或者是说把电竞作为一个工作 他在认知上我们有什么需要去稍微改变一下的 那上海市的这个电子运动协会的秘书长朱庆庆就给出了说法 他说高素质的电竞人才需要综合掌握经济学管理学传媒计算机编程等领域的知识 多数的电竞从业者啊与游戏无直接联系 那电竞专业的毕业学生啊一般可以从事除了电竞选手之外 教练裁判职业经理人赛事策划执行战术数据分析等等等等 很多很多的相关产业其实都需要相关人才去做这个投入 其实同样的事情啊我们在台湾也有例子 我们全台湾第一个由地方政府打造的电竞人才能培育场所 叫做新北电竞基地 其中的电竞课程啊就包含影音编辑赛事计划赛事制播等等 预计在110年也就是今年将课程啊在大幅度的进化 那推出相关的电竞讲座啊 然后课程啊也延伸至电竞导演编剧制作等等等等 所以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在电竞这一块的认知上面 从大家一开始觉得啊只有选手啊 大家在打游戏 甚至大概可以知道一下教练或者是直播之外 其实啊大多数大多数的这个人才都是被埋没 也不能说被埋没 就是在幕后慢慢的付出的 其实这一点我自己呢在做这个相关电竞产业的时候 我也是这样子的感觉 因为我自己的实力从来都不足以当到真正的电竞职业选手 所以我也是从对电竞有兴趣 从这些兴趣啊慢慢变成就是在电竞相关的知识 或者是说比别人更多的知识之后呢 再用这些知识去转化成为我在电竞产业 可以服务的一个就业的机会 那我后来是去当了他们刚刚前面有提到的 所谓的职业经理人这样子的一个职位 我不直接的与游戏参与相关 但是呢会去辅导选手 让他们第一打出更好的成绩 获得更好的职业 也为这个战队呢去牟取更多的福利 那这还只是 这还算是比较核心电竞的部分 另外在电竞之外 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 譬如说赛事制作 我们去想象如果我们跳脱电竞来看 我们说NBA这样子的大型的这个职业联赛 球员只有十个 加上替补加上教练 加上任何的教练算进去 可能也不超过在场上 不超过三五十个人 但是啊大多数的人都是在 譬如说节目的导播啊 制作啊评论员 甚至是球团经理 球团的老板 还有更多在往外面一层 可以看到的是广告的投放商 场地的营运商等等 很多不一样的幕后人才 那其实电竞啊也同样需要这些人才 所以当我们说电竞人口有五十万的缺口的时候 其实指的并不是职业选手 而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不一样的人才 那其实现在呢很多学校都在逐渐的新办很多不一样的这个所谓的电竞系 或者是电竞的本科专业 但是呢其实在我个人的观念里面 我并不觉得这应该是要放在电竞系里面的内容 譬如说我们讲传统的这个体育行业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可能体育行业里面做影片剪辑的 或是最终进入一些体育赛事制作企业的企划的 他们并不一定是体育系出身 他们可能更多的是大传系 或者是媒体相关科系出身 有这样子的媒体的专业技能 再去服役体育相关的专业知识 这样子的结合 然后呢才可以在体育的方面做出相关的贡献 那其实我觉得电竞系也是一样的 就是如果我们说 今天我们开办这个电竞系 然后我招了一百个新生 其中呢我们又教他们怎么当导演 又教他们影音编辑 又教他们怎么样当职业选手 其实呢在这个系所里面 会学到的东西是非常杂乱无章的 除非有很明确的去分门别类 所以当我在面对所谓的电竞系 或者是电竞教育这样子的一些说法的时候呢 我会更注重的是里面的学员 他们有没有得到每一个人的视性发展 其实有一个数据也很有意思 在可能一百个入学的这个电竞系学生当中 只有5%可以往职业选手发展 那以我个人的了解啦 肯定不到真的有5%最终成为职业选手 因为在我待过的所有的职业战队里面 没有任何一个选手来自于所谓的电竞系毕业 那他们大多数是已经展现了电竞天赋以后 然后在这个电竞系里面去做其他方面的一些培养 譬如说他已经是电竞选手 那电竞战队呢就会替他们找到学校 那不仅仅是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教育之外呢 也是让他们就是有一个最终毕业的时候的一个学历 但是其实并不是电竞系的教育 使他成为了一个职业选手 我觉得这个先后顺序是很重要的 所以不管是现在在收听的年轻朋友们 想要往电竞这个产业去进发 如果你想要透过进入电竞系而成为电竞选手 这是一条不实际的道路 我可以很直接的这样子跟大家说 但是呢我觉得电竞系的存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他唤醒了大家就是对于电竞这个产业 我们所需要的知识量的这个认知 他去唤醒了这件事情 因为作为电竞的这个爱好者 其实跟实际的电竞产业需要你的地方不一样 这就拿我个人来举例 我一开始作为游戏玩家 然后到后来喜欢看电竞比赛 到这个阶段为止都还属于非常 连业余都称不上 就是属于兴趣阶段 那从这个兴趣阶段到实际电竞职场这中间的这个断层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出现在你对于这个产业 它的运作模式有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了解 我当时候作为这个业余选手 不能说业余选手 就是兴趣玩家的时候呢 有参与了很多的这个电竞的相关活动 然后也会跟很多的前辈去请教 不论是说电竞产业的盈利模式啊 经营模式啊 空缺的人才主要是哪些啊 等等的这样子的知识 才最终能成为你进入电竞行业的一个门槛 那我本身其实当时候是学经济系出身的 那经济系其实带给我的 更多的是一种思维模式吧 那利用这这样子的思维思辨能力 再服以我在电竞相关的知识 最终成为了我进入电竞产业的这个 敲门砖 那所以实际上进到电竞产业 就像我们很多大学新鲜人一样 进入到职场 很多东西都是要从头学的 我也没有预期过 我一进到电竞战队 每天过的就是中午12点 上班到晚上12点 而且一个月休不到4天这样子的生活 我也没有预期到 我其实比起算是经理人 我可能更像一个高级保姆 我还要注重选手的这个身体健康 他们的心理状态 我反而觉得自己像物理治疗师 或者是心理治疗师等等 那这一些跟选手的相处模式 或是去了解战队的规范 怎么样真正帮助到公司 这些细节都是实际上 进入到电竞职场以后 我才学会的 并不是我可以在 透过看电竞比赛 就可以学会的 所以在真正的喜欢电竞 到把电竞当做职业 这中间有一段很大的出入 那我们在这边也分享一下 就是对于现在觉得自己对电竞有兴趣的这个年轻朋友们 或者是家里有对电竞有兴趣的这些家长们 一个很简单的思路 就是说首先第一个 我喜欢电竞 这个喜欢到什么程度 是我要把它当做职业选择 还是当做我的爱好兴趣就好 那如果要当做职业选择的话 再分两条路 一个就是我们去当真正的职业选手 那这个就是非常吃天分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 那利用呢 课余的时间 在完成好自己 不管是学生或是当时的本分之后 你如果很轻轻松松的 就达到了很厉害的分数 很厉害的排位 那就代表你确实有这个天分 可以往这方向去考虑 但是大部分的人是不行的 那这时候你可以往另外一条路去选择 就是作为电竞从业人员 电竞从业人员有一个 有两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第一个 对于电竞产业你的专业技能 譬如说你会影音编辑 你是很厉害的导播 你是很厉害的导演 甚至是你是金融界的 但是呢 你对电竞的金融很有兴趣 你是做建设的 我们来盖电竞馆 必须要有一个专业技能 再来第二点 就是对电竞的产业 有专业的了解 不是我很会看比赛 我很会去 在网路上骂选手 这样子就是代表 对电竞很了解 你是要对这个产业有所了解 那结合这两点 技术加上知识 才可以真正成为 一个电竞的从业人员 那今天呢 我们把这个电竞选手以外的事情 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对大家很有帮助 那今天就是我们以上的分享 下周三统一时间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